大家好,我是Ivy 今天是拜五 终于可以好好读周末了 可是因为是封城 我并没有觉得周末和平时有很大的区别 以前只要周五晚上一定会出去浪 也会觉得要想好周末的计划 可是现在就是从客厅晃到卧室 在晃到洗手间,在晃到厨房 这大概就是我们大家所有的人的行程吧 刚刚和同事又来了一次工作后的酒会 大家一起聊天,大家一起畅想 什么时候我们才能一起见面 很可惜,大家都觉得可能应该会到七月 也不知道七月之后的情况会不会好 我今天想讲的一个话题很沉重 是关于死亡 朋友问我这个话题 我说我还没想好 但实际上我们无数课都在害怕死亡 你看嘛,现在这么多人就非常的恐慌 恐慌新冠病毒 恐慌的原因是什么呢 说简单了,不就是怕死呗 可是我们在面对死亡这个话题的时候 没有人愿意开诚过崩的谈论 我曾经也是这样的 可是十五年前 我在新加坡读书的时候 我妈妈患上了一种所谓的决战 就是那种韩剧女主角会得 然后就会离世的那种病 十五年过去了 我妈妈还活得很健康 我甚至认为她现在的心态 比她十五年前还更好 可当时的我们 却不是这样的状态 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开枪不公的谈死亡 她说,你个小孩你懂什么呀 我现在想到这个事情我都会很难过 但是我们很真诚的两个人 第一次不是以一个母亲和孩子的 而是两个人与人之间的对话 死亡总是会在我们生命中降临的 我稍微平静了一下自己的情绪 我想说的是 死亡是我们不可避免的话题 虽然特别是在中国人的文化当中 死亡似乎是很禁忌的 我们都不常把自己最懦弱的那一面展现给 甚至是家人都不愿意展现 但是只有我们平和地去面对时 我们才能把彼此的心扉打开 我记得当时我和我们都重新读了一遍《相约星期二》 那本书到现在很多人看来都不过是一本心灵鸡汤 我也承认它的心灵鸡汤 可是对于年轻时候的我 那本书真的给了我很大的气死 死亡真的是一个那么禁忌的话题吗 我想说的是我一个好朋友她妈妈的故事 在荷兰安乐死是合法的 就是说如果是病人在她自己决定她没有生存下去的权利时 她们她是可以要求安乐死的 我好朋友的妈妈几年前患了癌症 乳腺癌 她也做了各类的不管是化疗啊 或者是光疗那个radiology 头两年所有的情况都变好了 一切都似乎走上了正轨 可是前年的时候她妈妈的打白症反复了 而且这次更严重的是癌细胞 互相到了她的脑部和她的骨髓 所以如果有癌症的家人或者是有关注过癌症的人都知道 如果癌细胞扩充到骨髓和脑部的治疗就是非常辛苦的 而且也会伴随着很多的疼痛 在她妈妈癌症反复后的第五个月还是第六个月 就很短的时间以内 她妈妈就告诉了她的家人就是我朋友 我朋友的爸和我朋友的弟弟说她不愿意再继续下去了 她选择要结束她的生命 这个决定对她妈妈来说可能是一种解脱 可是对我朋友来说是完全无法接受的 她说人就是要活下去 不能因为你害怕治疗 你害怕疼痛 你就放弃了这个人的权利 可是她在和她爸爸聊天的时候她爸爸说 如果你妈妈已经放弃了和这个病做斗争的想法 你想让她继续也只会带给她更多的痛苦 之后她妈妈就进入了安乐死的整个流程 我还记得她妈妈走的前一天她们全家一起吃晚饭 她给我发了一只消息说这个感觉是很奇怪的 因为你知道明天这个人将不会在世上 她给我讲了很多安乐死的详细过程 病人是自己握着注射器 当时她她爸爸还有她就看着她妈妈自己捏 然后她妈妈就这么消失了 你知道这个过程很残忍 但我总是想如果我有这种选择的权利 在我生命僵尸的时候 我也应该会选择一个对自己解脱的方式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中国人会对死亡都觉得非常的避而不谈 就仿佛是那种会给人带来不好的忌讳一样 实际上我觉得我们都应该更真诚的去面对死亡 这两天看到的一个新闻 估计大家也都看到了 就是武汉的殡仪厂全 因为现在解封了嘛 很多在新冠病情当中去世的人们 终于拿到了他们亲人的骨灰 有很多去拿骨灰的人们就拍了那些排长队的照片 就发到各个渠道上 比如说像微博啊朋友圈啊 可是有好多都被删了帖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必须这样的消息就要删帖 难道死亡就是一个很悲观的事情吗 难道现在在所有一片大好的情况下 我们就只能说武汉现在是零真案例 武汉现在是没有任何的疑似病例 那些在封城当中死去的人们的事情 就只会给人们带来负面的影响 我们也都知道有可能武汉的死亡事情远远大于官方所报的一个数据 可是连大家去拿骨灰这样的新闻都被删掉 对我来说是对死亡非常不尊重的一个新闻 我对大家推荐一本书 这本书也是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是做药的 在治药这一行工作 那本书并不是闪文也不是小说 讲的就是一个医生如何看待死亡 叫Morland Death 在他那本书中说到 对医生来说可能病人的死亡是这样很可怕的事情 维持生命 让死亡拖得越远越好 那才是一个医生最成功的标准 可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如果一个人的生命没有任何意义 只是他活着 我不是说所有的植物人就没有任何生活的权利 那是他的选择 但是我非常认同这个医生的观点是 当他在他有选择的时候 如果那样的生活不是他自己想要的 那死亡可能是一种更正确的方式 这不过不是有句古话 好死不如赖活的吗 这真的是最好的状态吗 在我看哪里有可能 赖活不如好死的 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观点 今天话题就到这吧 拜拜 现在准备去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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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看 有点消息 我们了不过要遇见